赢在中国,颠覆2014O2O高峰论坛,趋势竞赛掌握 徐曼利,腾讯财富通商业中心总监 他拥有十年的移动支付市场经验 2007年加入腾讯后,他一手组建了财富通北京团队 7年间他带领团队在金融、链商、航空、通信、游戏等领域抢占市场 微信支付推出后,他帮助滴滴打车、海底楼、商品折扣等商家 成功打通线上线下支付环节 如今徐曼利和团队正加紧AUTO领域的开拓和探索 努力将微信支付梳立成传统企业AUTO支付环节的新标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AUTO 那么AUTO这个商业模式它其实一直以来吵了很多年的概念 但实际上AUTO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首先在移动商业模式扩大 就是说我们在AUTO整个闭环的环节里面是如何解决支付的问题 另外从传统的H5页面手机支付成功率非常低 我相信其实很多的企业之前都推出过移动的移动互联网的产品 但实际上的话效果非常不明显 因为在你的整个移动互联网的这种链条里面 支付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么支付的成功率没有解决的话 导致我们整个链条不是非常的顺畅 同时APP的运营成本非常高 我们的推广也很难 再有从移动端的应用来讲的话 用户使用的门槛也是非常高 原来我们传统的AUTO在很多时候的话 落地到线下的时候 我们在中间会遇到很多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难以逾越的障碍 比如说你硬件设备的改造 然后你的投入的这种硬件成本的非常的高 所以的话呢就是很难落地 那么现在 AUTO的商业模式怎么样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呢 我们的微信支付产品出来了 微信支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从它的概念上来讲 微信支付呢 它是专门为智能手机设计的一个移动支付的一个新的体验 那么微信支付的使用起来也非常的便捷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应该都用过 使用起来非常便捷 我个人的体验是说超越了我以往所用过的所有的支付手段 那么微信支付的话只需要每个人在你的微信上绑定一张银行卡 那么你就可以在微信内 在你的微信公众号内 然后在APP中 以及在你身边随处可见的这个二维码里面 然后非常简便快捷地完成这个付款的过程 同时微信支付 它也为商业场景在手机中的闭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说到微信支付的话 我们首先肯定要提到微信 微信的话呢 就是现在相信很多人现在生活中已经离不开微信了 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 微信已经成为我个人办公里头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微信现在上线了三年的时间 那么微信其实已经推出了二十多种语言的版本 并且的话呢 月度的活跃账户 就是之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是2.719亿 用户的话也遍布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用的人非常多 微信的公众平台推出来的话 也是历时15个月的发展历程 那么现在已经有超过300万个企业 拥有自己的公众号 每天的话新增有8000多个公众号 每天有产生过亿的这种信息的交互 那么提到微信支付的话 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就是微信的绑卡 很多人已经绑过卡了 可能都非常知道绑卡的流程 其实非常简单 四步就可以完成 第一步的话呢 就是大家在微信里面找到我的银行卡 在我的银行卡里面 找到一个添加银行卡 那么只需要输入你的卡号 验证一下你的身份信息 设置一个你的微信支付密码 就可以完成这个整个绑卡的过程 四步非常简单 即使我们最最不懂互联网的小白用户的话 也能非常简单的完成这个过程 我们很多人以为是微信支付 它只是说在你的微信里头应用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微信支付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多 那总结归拉起来的话 它其实只有三大应用场景 第一大应用场景就是在APP里面支付 APP支付的话呢 就是也是跟我们的移动互联网 结合最紧密的一种支付方式 我们知道现在一个企业 想要发展你自己的移动互联网的话 无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首先要么你就是做你自己的APP 当然很多企业会选择这种方式 这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 第二种方式的话 你可能会推过一些第三方的 一些平台的移动端 比如说像微信 来去做自己的移动互联网的应用 那么如果到了APP的时候 可能我们做这个APP的话 就是做起来很简单 但是的话真正应用的销售里头 会是一定要解决支付的问题 我曾经也跟我的很多合作伙伴在交流 其实他们有很多困惑 在于很多的原来的支付方式 其实是不能满足 它的移动互联网的一个应用 而且的话呢 传统的支付方式 应用在手机端的时候 它有非常多的问题 主要问题就在于操作流程复杂 支付成功率低 我相信很多企业都遇到过这个问题 那支付成功率低 直接能够影响到 就是说你的产品的体验 甚至影响到你的销量 其实微信支付是很好的 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其实市场上的应用 已经非常的多 大家如果去大众点评 去做团购 你去协程 买机票 你都可以用到这种APP支付的形式 那么就是它把微信支付的这种支付 集成到这个商家的这种APP里面去 然后也是在付款的时候 我们去选择微信支付 就可以自动换起你手机上的微信客户端 那如果用户已经绑卡 一步输入支付密码就可以完成支付 那目前我们也做了一些风控的手段 如果就是说这个金额比较大的时候 需要加一个手机短期验证在里面 如果是小额的这种支付的话 一步就可以完成 第二大应用场景是公众号内支付 这一大场景的话是在微信的内部完成 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300万个企业拥有这种企业公众号 那么企业公众号 它除了它的服务的功能以外 其实它很多企业现在也是在微信上做营销 就销售它自己的产品 那要销售的时候 那用户就需要有支付的手段 那这个时候用户在企业的公众号内 如果选择一款付款的产品的话 它选择微信支付 也是一步就能完成 它只用输入一个支付密码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大应用场景就是扫码支付 提到扫码支付的话 这个应该是跟O2O结合的最紧密的一种支付方式 因为它完全打通了一个线上 到线下的一个过程 在微信支付推出来以后 我们尝试去做了很多的这种摸索和创新 我们可以把二维码印在商品的包装上 也可以把二维码生成在某一个动态的这种屏幕上 那么用户到支付的时候的话呢 他直接拿他的手机打开微信 扫一扫 然后直接输入密码 就可以完成这种支付方式 也非常的便捷 微信支付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闭环的体验 因为微信支付的话呢 它其实带有用户信息 以及持续促达的一个支付能力 如果这个用户他首次完成绑卡以后 只要二次支付的时候的话呢 它的操作是更为简便 可以通过一次购买 即可以将用户的数据 沉淀到这个公众平台 也可以通过这个模板消息推送购买信息和物流信息 这样给到用户的体验是非常好的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人体验过就是 易讯的这种购物的流程没有 我第一次体验到易讯购物流程的时候 当时我也觉得哇太方便了 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我的平时时间非常忙 比如说我在网上我买了一个东西 易讯的公众号推送给你一个信息 你的商品现在已经完成出库 你的商品现在到了哪里哪里 比如说从上海已经打包好了 现在到了北京 然后北京明天发货给你 几点几点几分到 非常好的用户体验 整个就是说 他通过微信把这些信息推送给你以后 让你实时能够看到你的商品在什么地方 他是通过微信这样一种手段 当然他也可以通过别的手段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电商网站 他在自己的网站上会去 也去显示这些用户信息给到你 但是你会去看吗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肯定不会主动去看 我也一样 但是如果通过微信把这些信息推送给我的话 那我肯定一定会看 而且我觉得这个信息对我非常有用 就说我们在里面所有的流程 包括我的信息流 包括我的物流 包括我的支付 完全可以在公众号内 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闭环 从去年的八月份 微信支付推出以后 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做这种微信支付 应用场景的这种挖掘 我们在做一些创新 在做一些尝试 我和我的团队的一些尝试的话呢 现在也有一些非常好的案例 可以来分享给在座的每一位嘉宾 比如说邮保 邮保的话呢 是微信公众号最早与线下结合的一个案例 邮保的话呢 它是一个一台自动售货机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自动售货机 每一个商品它都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支付 然后呢 你通过它的自动售货机 就可以拿到这个商品 目前有超过一万台的这种 邮保自助机是支持微信支付的 将来我们可以在线下 更多的应用场景能够看到 另外一个案例的话 就是太平洋咖啡 太平洋咖啡的话 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就是说我们经常会去到的一个场景 比如说原来我们 无论是去星巴克也好 还是去太平洋咖啡也好 可能就是说 我拿到一杯咖啡 我要排很长时间队去付款 那么微信支付出来以后 大大的提高了这个付款的一个速度 大大减少了这个排队的时间 非常的便捷 我不知道在座也有人去体验过没有 这个也是微信支付一个非常好的应用的案例 商品折扣 商品折扣的话呢 就是也是我的团队 我们从头到尾一直在跟进的一个case 为什么这个案例现在能做到这么成功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先天的便利条件 就是它的商场 整个商场它全部实现了单品管理 这个不是所有的商场能做到的 就是现在应该是做到商场还是比较少 那单品管理的话呢 它就为微信支付的合作的话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便利条件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商品折扣 它是属于商超性质的百货商场 所以的话 它的单笔金额其实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的人流量非常的大 而且它的收款还没有那么多 我自己原来去到商品折扣的体验是 每次去了以后 我去付款的时候要排很久的队 而且的话呢 就是说 它自己就是也是 有一个非常好的决心 就是也希望 就是说能够去解决 它原来的一些问题 能够去做一些创新的尝试 那么在双方这种基础 非常好的情况下 我们就展开了一些合作 那么商品折扣的话呢 就是它每一个导购员 它手里都有一个pad 因为它实现了单品管理 同时它也是一家仓储式的商场 你把这个商品拿到以后 直接把这个商品给到它的导购员 它的导购员直接就可以给你结账 在它的pad上 在它的pad上 我们把微信支付跟它的pad做了一些结合 那么在它的pad上 直接就可以生成一个商品的二维码 用户直接对着这个导购员的pad 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你就可以支付成功 你直接就可以拿着这个东西就走了 刚上线的时候 我们邀请了很多的合作伙伴去体验 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 就是说我在商场买东西 支付可以做到这么便捷 那么从商品折扣的数据来看的话呢 我们这个case也是非常成功的 从最初的这种 每天的两笔交易 增长到后来每天都过千笔交易 到了现在的话呢 日交易额也从 原来的最早的时候 一天才七十多块钱 增长到了每天几十万 甚至说现在已经过百万 高的时候能够占到 它的总体的销售额的百分之十几 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已经非常高 海底捞 海底捞也是一家非常创新的企业 在座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去吃过海底捞 都对他们的服务 就是感叹过 包括我自己也是 刚去海底捞的时候 非常惊叹于 就是它的服务非常非常好 那么海底捞的话呢 就是正因为它有这么一个良好的基因 它愿意为它的用户提供更便利的一种条件 为了方便它的用户 它愿意去做更多的创新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么一个很好的合作 那海底捞呢 就是我们现在跟它做的也是两种方式 其实海底捞现在点餐的话 大家去过的话应该知道 它的每一个服务员都有一个派的 也是完全实现派的点餐 这个其实在我们目前很多的餐饮企业 已经都实现了派的点餐 另外呢 就是说它的结账系统也会打印一个小票 可能我们跟海底捞的合作是两种模式 一种方式的话 就是用户在别账的时候 我们直接在它派的上生成一个二维码 这个就跟那个上品折扣很类似的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 可以在它的结账小票上 通过系统来生成一个二维码 那么用户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一个是扫它的派的 另外一个是扫它这个结账小票上的二维码 我们可以完成支付 也是非常的便利 那么海底捞的这个case的话呢 应该来讲是我和我团队做的很辛苦的一个case 为什么说辛苦呢 因为我们发现 其实线下企业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战线拉得非常的长 就是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环节 我们要去解决 当然最后的结果很好 目前的话呢 微信支付已经占到海底捞总体销售额超过20% 我们相信很快它能超过银行卡刷卡的一个比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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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